今年流行的绑带设计不是夸张的一直到膝盖的长绑带 也不是去年谬谬的那种可爱格子款 而是有点运动的罗马风格 短款的绑带密密麻麻 杨幂最新的街拍其实还蛮日常的 然而脚上这双罗马绑带高跟鞋 真的是拉高了不知道多少个性感等级 成为吸睛利器 这已经不是杨幂第一次尝试这种款式 之前电影发布会上 她也是多次穿着黑色裸色等多款绑带鞋 带货女王的亲色款相信可以买得放心了 同样是直男女神的张宇奇 也是非常偏爱绑带广告跟鞋 不论是尝到膝盖的款式 还是直到脚踝的款式统统收入门中 这一次她已经不满足于做女神 也还要做个美出天际的女战神 甜美的刘诗诗也在上个月尝试了一下绑带广告跟鞋 不过她的就不会很霸气了 清纯而焚嫩的感觉符合她的气质 身穿瑞尼乔威拉2017春夏绑带水钻高跟鞋出席活动 进行娇美甜笑气息 总是被长凹造型用力过猛的宋茜 这次也尝试了一下最新设计的2017春夏新款的脚踝高跟鞋 这双鞋是很多女生的梦却不敢尝试 因为真的怕外脚 但是宋茜这样出了一身效果还是不错的 马思纯身着香奈R2017春夏系列服装 搭配TALKSHOPT恤亮相红盘 霸气绑带高跟鞋有强调 王欧早日曝光了一组街拍 深蓝色薄外套搭配字母白T 互动紧身牛仔裤更现眉腿笔直修缠 穿着绑带高跟短靴 穿梭于一间间典雅复古的京婷店之中也毫无压力 在新生机场的张天爱身穿灰色卫衣 搭配黑色绑带高跟鞋 气场外露 黑长墨镜 大长腿吸睛程度百分之百 江苏颖 袁珊珊 林允 也都尝试过这种绑带款设计的梁鞋 话说细想下来 没有尝试过的女星真的很难找 你也快穿上绑带鞋 美美的出街吧